我们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还是拿奥运冠军 要是没有这个希望的话我们就不在这了 对不对 之前我们小时候爸爸就给我们做中餐 然后我们奶奶还有我们爷爷 以前都是一起生活 所以吃饭方面还有中国国内的生活 生活方面都很好的 没有什么特别不适应 我们团队是确实挺好的 就是我们教练员啊 其实是按摩师都是挺好的 7月11号上午 中国国家短道速滑训练营 举行了探营活动 训练营从5月建立后实施动态调整 优胜劣汰 目前在营运动员有27人 包括男子运动员15人 女子运动员12人 现在训练营包含了北京冬奥会的冠军运动员 任子维 范克钦 我们还根据去年的3月底的冠军赛 也选拔了8名 就是2004年以后出生的青年运动员 目前来讲 然后集训营属于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 在8月底我们会进行选拔 9月初组建这届的国家队 据了解 本赛季国家集训队计划参加国内国际 共17场赛事 包括六站成年世界杯 三站青年世界杯 四大洲锦标赛 市青赛 东青奥会和市井赛等不同比赛 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张经表示 运动员训练已经出见成效 目前状态良好 在高原的时候跑楼梯的时候是最远的 当时少林是第一个上到台阶 我是第二个 我们现在团队的配合很好 然后一个拿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帮助 有这么多次的国际赛事呢 能对他们说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云南就是这个昆明的一个训练营啊 实际上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的一个高原训练营 通过这个三周的一个1900米的一个高原训练呢 它的一个肌肉对乳酸的一个耐受力有所增强 在最后一周的时候也能看到运动员 就是多数运动员能提高到5%到10%的一个速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能看到他们初步实践的成效吧